ZERO 決定號 0號 阿瑪希 回各位介紹心肺中心特攻0隊 還有一個點就是昨天特攻 當然可能大家會說 打出了在來到台灣之後的另外一種代表作 並不是大三元 可是他得了選舉來打 這可能就是特攻在一開始 進攻上的一個策略 對 謝亞軒 再說謝亞軒的三分球 加上這一顆他今年賽季25次出手進12球 投的 投的相對是比較正統的控球 阿巴西稍微看了一下 哇 好像比自己扣籃跳得還要高啊 哇 差點直接定板 就不大 欸 林靜寬稍微推了一下 台盤覺得還好 阿巴西換動力 這球直接被謝亞軒抄走 魏加好往前一傳飛爆起跳了 阿巴西 阿巴西差點掉球 反而誤打誤上出現的空檔 阿巴西 結果沒打進去 那這邊就要結果 欸 克里斯 都不勝有效率 欸 要給誰啊 這個傳球就蠻大意的 克里斯在位給阿巴西 現在要打蔣淵這個點 再給了飛克 拖車進來雙手灌籃 2man game的一個搭配 阿巴西 拖球 拖球會定型嗎 拖球 拖球 練就好 拖練 但是好像 真的有些時候也需要一點投籃的天分 也是要天分的 是 誰 誰 我嗎 阿巴西 看起來最後他有放掉 對 他放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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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現場有一個球迷很大聲的喊 哪有犯規 這分數始終拉不開 好球 而且 阿巴西差點掉球 所以球在底線 Double Team過來 阿巴西認為被犯規了 我這個球權 最後是出現失誤 太平民棒把他領先 啊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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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個踢 這個踢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是第二次了 對 如果是光哥 是阿巴西 阿巴西被插了技術犯規 阿巴西被插了 對 我們再回到轉播現場 阿巴西剛才認為他有被拉手 有被抓手 所以他對裁判說 看一下我的手 結果技術犯規就來了 對來講 阿巴西 空中找隊友 阿巴西的防守算是蠻成功的 但是阿巴西這邊 覺得還是手機 阿巴西 也來一個 對 阿巴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